兩個休班消防和救護員看到有人暈倒 立即與港鐵職員騷擾救人 發現傷者停止呼吸密搏 就用港鐵的自動體外心臟去戰器急救 由救護車轉送醫院 可惜搶救後最終不治 死者星期一晚上11點半 在港鐵彩虹站近A2出口樓梯暈倒 懷疑失足滾下樓梯撞傷 被其他乘客發現並通知港鐵職員報警 有天才對 麻煩你從中錄下